Hello, 大家好, 歡迎收睇我的頻道, 我是雲中龍 我們繼續玩國際版龍珠, 剛剛還有一大堆更新 接下來應該最吸引就是這個, 新的超激戰, 是這隻飛利 飛利的超激戰, 其實都難玩, 懷疑又不容易 都可以的, 只要掌握到避距, 基本上都不會太過難打 接下來應該就會, 下一次登場的時候就會放這版的超激戰 這版我到時要看我會不會打超激戰, 大家看看 但入版應該是誰打了, 如果大家想的話都可以參考 好, 先講一下今天要做的事, 當然是打關卡 關卡除了之前教了一條影片出的夾子魔童之外 之前我們打這個, 神網混合體, 還出了一隻比特 這隻是比特仔 其實這隻比特仔是一張進風型的卡 但是你問是否太過分突出呢? 那又未去到超突出 不過都建議大家去收集一些卡牌, 先打回來 好了, 我們等一等 而且話說回來, 為什麼會這麼慢呢? 好了, 進去了 那一隻比特仔 唯一的貴讀士要留意, 就是 他會出一隻比特王的, 有時候會 那就是, 被動技能就是發動必殺的時候 攻擊力瞬間提升40% 即是說是一張瞬間提升攻擊型的進攻卡牌 嗯, OK啦, 這張是不錯的 好, 馬上打他回來 那由於是速屬性, 那我們其實已經 幾等了 那當然, 如果你撞到比特王的話, 那就 有一點麻煩, 因為比特王是屬於這個 知屬性 那你給他看回頭, 反應就會 OK, 那 好, 我想想我會 會不會用神兇呢? 神兇兇 神兇兇都OK的, 不如我們用神兇兇吧 好嗎? 好嗎? 這裡我想想, 稍後回來見 好了, 回來了 本來就想著 一下子爆死它 不過發覺道具不夠 就變不出來 不要緊, 我們用朋友的思路 基本上都會贏硬的 立即挑戰它 挺特色的 那些國際版的卡片就越來越多了 那接下來我想應該會嘗試 開始打回一些超級戰的了 那 接下來會多一條的 抽卡片 那大家到時再看看 因為接下來 它應該是明日 還是後日 會出一個 三十石 Discount 的一個抽卡 那裡我已經準備好石的了 那 連同之前草落的那些 我就會來一盒大的去抽的 那到時大家就 再看看我 究竟會不會抽到什麼好卡 好 好了, 開始了 一來 那我純粹以氣為主就可以了 我不管那麼多了 硬中只有氣和問號 這樣不會轉到上面的 上面就有很多敵人 我廢話了 我就直接轉進去 好 好, 立即就藉由這隻 這次很幸運 沒有比特王 如果有比特王的話 基本上是硬打了 但現在沒有 沒有的話 基本上都可以完成了 可以 一二三四五 再出一個B 殺技 先出個B 先給那絲路龜龜龜龜龜 現在不想聽別開玩笑 基本上中了思路這招 都差不多殘血了 連殘血都沒有一半 8-2 現在 我會用比勞斯去抵擋他 比勞斯現時的智屬性最高 所以我會用他抵擋 隨便塞也行 沒甚麼所謂 這招不完 超級殺型,揮波氣功 又拋了三限 出必殺技 如果不是黑屬性的話 應該是很危險的 差不多了 差不多了 沒想到 第2,3,5 雖然不同的Lingham Skill 以防買一吃一粒鮮豆 如果可以出個必殺的 或是死眼的 以防買一粒鮮豆就肯定搞定 接著就吃這裏 吃這裏三粒 加上龜波氣功的連鎖技能 基本上一定要死眼的 好 玩完了 哇塞 噢 還沒用 還有一招 這招滿技的 好 輕鬆一條過 很簡單 給小兔 又不出卡 這個我會自己隨便打一打一張 就這樣回來 好 就是這樣 基本上這版 沒有什麼特別的心得 純粹用技屬性去打開就沒問題了 打得差不多就可以搞定 如果撞到比達王的話 就要集中科力才搞定比達仔 搞定比達仔 再慢慢炮這隻比達王 雖然比達王其實黑理屬性是知屬性 黑技屬性 但其實好就好彩 比達王就不厲害 基本上 雖然被黑制住 但都可以打得贏 就是這樣 那 接下來 應該會 先看看我的隊伍 這隊就是我三主的隊伍 基本上都是沒有什麼特別的隊伍 純粹是一隊技屬性的隊伍 接下來我會再抽卡 再拼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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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拼 我覺得那隻比勒斯 和導演有隻司祿 我會把獨特的隊伍 即是伍碰也不錯 接下來應該會抽卡 接下來會付一個投票 打給即是假日或者日 我到時再抽卡 我到時再抽卡 到時我就會連下 打落給我一些 送了一些天下武道大門的抽獎券 到時一次抽 好了 今集就以來到尾聲了 喜歡這條影片 請給我個讚好 記得最緊要就是要訂閱我 下次回來我們就看看這隻國際反應的龍珠 下次回來我們就一起去抽卡 記得不及留意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今天的收看,再見